大家午安 各位長官,各位前輩,各位企業先進 大家一起在品牌的這一個亡命之路奮鬥的同修們 大家午安 大家有沒有發現我一開始講大家午安的時候大家都說午安 但當我講完後面那一段之後大家笑了 所以前面是產品,後面是品牌 因為講完第一句話大家不認識我 但現在大家會覺得你是不是拜廟天怎麼會講同修 所以我個人覺得今天是蠻運氣好 就是說我們在這麼多品牌裡面有榮幸被工業局選為其中一個講者 那我想作為壓軸 絕對不是因為我比較厲害 是因為處長說每次都講太久超時 為了不要影響其他講者我還是排最後好了 但是也很感謝處長因為這樣記得了我們的特徵就是話很多 品牌如果話不多不要做品牌 因為你沒故事可講 因為你沒想要分享 因為你不知道分享什麼 因為為了講而講 那都是產品的spec 所以今天我想要趁著這個機會 趁著這個美好的下午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故事 但我今天絕對不會超時 我3點50到4點20 絕對不會超時 我有備而來 那我覺得今天的這個安排 三位講者非常非常有巧思 因為第一位我們這個 顧總說 做品牌是因為 就算我能夠做幾百億的營收 卻對方不知道我是誰 生氣我要做品牌 我覺得這是完全正確 因為我們也是這樣來的 洪家騰在1998年就成立 開始進行沙灘車跟速克達的外銷 那一年你們根本沒人聽過洪家騰 我們已經做到了北美市戰略第一名了 還是沒有人認識洪家騰 所以顧總向你致敬 我們就是默默的賺然後人家說立像 那感覺真的有夠生氣的 那到幾年之後開始做這一個 在歐洲的沙灘車自由品牌 AOMOTO才開始在沙灘車打出名 與此同時在北美的第一大的 北極星Prolis這樣的一個品牌 到今天我們依然是它最主要的ODM夥伴 那ODM夥伴的意思是什麼 它名下的好幾台車 從整車到外型到引擎的研發 全都是來自洪家騰機車 那當然在七年前我們開始進入台灣的內銷市場 那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那個故事又剛好跟我們剛剛上前面這個 黃副總跟林總監守分享的很有關係 做租車不像車廠沒有差異化 但是其實我們身為車廠更難做差異化 那不就是車 而且更何況台灣有光陽三陽三葉在 還需要一個新的機車品牌嗎 我記得剛剛在中廠休息 我跟顧總在去廁所的路上 我們剛好碰上了 剛好顧總去上廁所之後 我跟顧總的同仁副總聊到說 台灣機車這個要做很難做 為什麼 因為大家要買車會想到這個三大廠 所以宏家騰的做法很簡單 我們做的產品沒有一個可以賣好幾萬台的 但是我們每一項產品在那一個領域 都是市占率第一名 因為那樣子我們得到一個結論 我們賣一萬台車是別人賣三萬五千台的利潤 這就是目前宏家騰的一個總結 因為如果一定要做到最大的market share 你勢必什麼都要做 但是如果你要做margin 那勢必要做該做的事情 跟別人不想做的事情 別人沒想到的事情 別人做不好的事情 那這是最辛苦的一條路 所以做品牌也僅限給在座的各位 這是一條不歸路 這是一條一定走過死亡的硬骨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你這個火大 一個晚上燒三百萬的電視廣告 像我最近很肯定 餃子貢丸一定有燒這麼多 因為我前兩天晚上在那個 我通常我回到家都是GBS開著 或者幾個電視台就開著 我一個晚上大約看到70次號角響起的 角質貢丸的廣告 我那時候我兒子在旁邊一直邊走 然後邊一直尖叫 然後我就已經很火大 然後那個廣告拍70次 重點來了 我現在可以唸出他的廣告台詞就是 自己玩不如一起玩 有夠厲害 我沒有複習喔 我沒有想到我前兩天的夢魘 竟然今天會看到這個始作俑者 但是這就是成功啊 所以我現在想到 角質貢丸 我想到自己玩不如一起玩 然後浩角響起終於合體了 那我就在想說 雖然這樣投入是很巨大的 但是自己玩不如一起玩 所以做品牌就是自己玩不如一起玩 這就是我今天的第一個開場 那我講完了 要準時最快的方法就是提早結束 那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帶來一個非常簡短的簡報 我們叫跨界創新不同凡響 那獻給品牌路上所有的勇者 不管你已經加入或者即將加入 或後悔加入 或還在考慮要不要加入 都值得做一點點的參考 那這張首頁呢 就是我們今年即將在台灣上映的第一部 本土機器人製作團隊做的動畫 不是我們做的 我們去贊助他在Flying V 2016年的1月份 我們在Flying V的募資的這個網頁上 看到曾經獲得角川新人獎的話師加入的團隊 要做台灣第一個自己的動畫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聽過麒龍珠 很多人聽過麒麟王 獵人 悠遊白書 亂馬二分之一 我還可以再講100個漫畫的名稱 因為我是阿宅 但是請問一下 你能講出一部 台灣人是作者的嗎 大家會不會覺得有點難了 那如果我再問你 那這部漫畫 台灣人是作者有動畫畫的有沒有 有點難吧 請問現在你的小孩 或你朋友的小孩都在看什麼 玻璃 配配豬 有看台灣的嗎 搞不好還有人去看對岸的葫蘆 就沒有台灣了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缺口 所以我們支持本土的文創 而在2016年1月我們做了這個決定之後 馬上被科技情報報道 洪嘉誠是一個有想法的品牌 你看就這樣換來有想法的品牌 連我們有什麼想法他都還不知道 他也沒有來採訪我們 就自己寫 然後我們就這樣被描述了 為什麼 因為在他們募資到49%的時候 我剛好看到那個網頁 我覺得那樣募太慢了 這樣根本就沒搞頭 我們就一次幫他把那51%填滿了 所以我們就被描述為 那一個晚上的天使 所以做品牌在做的是什麼 因為我們覺得我們做品牌很辛苦 我們知道他做動畫很辛苦 所以我當天晚上 我先幫他把那51%全部給他搞定 變101% 還不是100% 我覺得要多1% 看起來比較像超標 然後Flying V頁面一刷新 我立刻打電話 聯絡他們這個團隊的leader 我打電話說你好 我是Tony 那我來自洪嘉誠機車 那我們剛剛幫你們達成募資了 你可以上網確認一下 那確認完之後 我只有三個要求 我說第一個 請讓男主角騎我們家的3D350 對 所以男主角騎了 再來 請讓這部片裡面的機器人 由洪嘉騰工業打造 就像鋼鐵人裡面的史塔克工業一樣 第三 除此之外 我們不需要別的了 因為過多的字路會被討厭 達成了協議之後 後來因為我們的贊助 讓科技情報報道 最後吸引了台中新聞局 以及台中市長林佳龍的加入 所以本來他們只是要做一集而已 現在正式的變成電影版了 然後今年要上映 那我們也非常的興奮 因為我們因此 很有可能會多拿一筆預算 去做什麼 去做全台灣第一支動畫版的機車廣告 這個idea不錯 那我們就需要促長那個經費的部分 我們今年再來申請第二期 謝謝 為什麼 因為做品牌一定要有理由 如果今天我只是要拍 又是一支機車的電視廣告 那有什麼好拍的 難道台灣還不缺廣告嗎 台灣的廣告創意是世界一流的 而且我們最擅長的是 用低成本做大製作 說起來不是很開心 對廣告公司而言 可是台灣人的創意是優秀的 就像我們賴院長昨天說 這個我們幫中國大陸很多 那現在中國大陸還是需要我們 因為我們很有創意 我們很有人才 當然我不是在說 我不是在表達我政治立場 我只是覺得 反正在這個場子上 我們就是這個說一些人話 那我相信台灣人的idea是很好的 但是我認為台灣人可惜的地方是 我們的idea很常就是彈花一現 然後沒有辦法堅持下去 對的事情沒有辦法堅持下去 所以我剛剛到中租租車的網頁按了讚 我第一次幫租車平台的網頁 因為我就想說真的耶 他整個粉絲專業煥然一新 我剛剛看到那個很厲害 大家都在想說都是坐車的沒有什麼差別 他就想到在車子裡面放一個抱枕 然後使用新的代言 我覺得這招很厲害 因為他會認得那個枕頭 特別是坐後座的小朋友 那我的想法這個蠻厲害的 我們之後搞不好你們會找那個什麼安全座椅的廠商 把安全座椅做成CI 然後座外上面小朋友都拍個照之後 全世界認識你們 剛好我有認識那個做安全座椅的吧 品牌還有另外一個特徵啊 為什麼是跨界創新 因為一定是要跨在你沒想到的地方 但是跨出來又恰恰好 好像有點道理 那就覺得是可以的 男主角要拯救世界 我們請他騎洪家騰 因為洪家騰想要拯救機車世界 因為機車世界太無聊了 幾十年來就是兩個輪子 就是塑膠殼都長得差不多 然後價格越來越貴 所以洪家騰在2012年的時候 我們這邊播一個影片 2012年的時候 我們拍了一支電視廣告 這支電視廣告 讓87%的台灣人不能更高了 認識了洪家騰 然後還以為周杰倫有露骨 你才看得見 這個身影 他也是台灣人 他的名字就是 他的名字就是 全部的人都看過 所以我說87% 是因為我們真的有做市場調查 在那個當下 87%的台灣人聽過洪家騰 但是現在有個問題 請問您知道洪家騰 除了三輪車以外 還有什麼產品的請舉手 這就是 我現在擔任執行長要面對的問題 因為那一億花得相當好 大家都認識洪家騰 也認識周杰倫 也認識三輪車了 但是如果你不是三輪重型機車的TA 那麼你就不會是這個廣告的有效的TA 更何況在2012年播這支影片的時候 我們的交通部正在很努力的 跟著我們一起研究 怎麼樣讓這台車能夠合法上路掛牌 最後這支影片2012年播出 我們2015年法規才通過 2014年12月31號正式完成 2015年這台車6月份才上市 所以我們也很濃興 我們成為台灣20年來最速達成 一年銷售一萬台的品牌 在周杰倫周董的加持之下 在做各位都認識洪家騰的情況之下 至少你不會說沒聽過 所以叫你身邊的人不要買 所以為什麼剛剛其實林總監說 這個最傳統的廣告 最亂花錢的通常是最有效的 絕對 如果現在有人要搞我 他就拍一支影片說 Tony是Gay 花250萬一個晚上 從那一天開始林東銘就是Gay 沒有什麼好解釋的 宣傳就是這麼一回事 就是你會讓這樣的一個印象被升值 但是它是好也是壞的 所以這場戰術打下去 我們在2014年繼續打 我們因為覺得沒有人知道 我們三輪車之外還有什麼產品 我們又打了一支新的廣告 賣兩輪的 一樣找周杰倫 那我們家只有一個特色 就是專門跟人家不一樣 所以拍廣告的拍法也跟人家不一樣 這台車在2014年的9月創下 有史以來7年來單一車款單月的銷售的最高紀錄 在2015年總算因為交通法規過 我們很辛苦 只好再拍一支三輪車的廣告 再花一次廣告費 這次沒有花那麼多 但是也花了好幾個八位數 穿越安地斯山脈 直到西伯利亞的白色鏡頭 重新定義騎乘世界的經緯線 用3D350 匹配你的月地非凡 洪家騰重新請 那感謝消費者的支持 這台車創下台灣黃牌重機史上最佳銷售紀錄 我們在短短半年之內 一台30萬賣掉500台 那我的影片目前已經播完了 而我因為要準時剩11分鐘 我只能很快速的帶入一個尷尬的點 就是每一個好的故事都有一個可視 我們的周杰倫宣傳戰略成功了 我們的品牌很多人認識了 我們也創造了最高1萬台的紀錄了 但是很可惜的是 因為快速的成長 我們的整個品質跟不上我們品牌的快速飛躍 所以這是在做所有的先進 要做品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在各位的面前 而小弟我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才加入洪家騰 然後成為洪家騰史上第一個空降的高階主管 然後直接空降到最高等級執行帳 為什麼 因為洪家騰連續衰退銷量 所以我們在2016年 推出了有史以來在車界沒有人做過的事情 我們做了一個叫做初代車主回饋計畫 在業界不管是汽車或機車 只要過保固你就自求多福了 我們在這個計畫裡面 把2011年開始所賣出的所有的車子 重新給1年保固 讓超過1萬名車主可以重新感受 我經過5年的技術進化後 可以給他的全新服務 因為一開始做的一定沒有以後做的好 但是誰會願意這麼做 所以我很感謝洪家騰的創辦人 中董滿屌的 因為我提這個案子要花6000萬他同意 然後那一年我把電視廣告6000萬砍掉 1比1直接更換 直接把品質換回品質 把品牌換回品質 結果我們做了什麼事情 我們同時開始監控14個社團 我把我個人所有的Facebook的那個 關注專頁全部都刪掉 全部只留搶先看都是每一個車友社團 從那個晚上開始到我今天為止 每天睡前我都會把所有車友社團的所有貼文 所有回覆看完 我要本人要精準知道全台灣上萬名車主的所有的聲音 因為這些聲音 你聽清楚了 戰略會更好 你聽不清楚了 下一次聽到可能是在消極會 所以我們非常努力的 找出客戶的價值鏈 我們啟動了研發中心的R計畫之後 利用地帶車主所反應的 所粗保固的 維修的 壞掉的 毀謗的 鑽我們的 重新達到莫忘初衷 造一台人能買得起的好車 所以呢 我們在去年 推出了全新的車款 的R計畫的改版之後 我們迎來了 久違的 銷量的突破 而且拿下了 超越光陽與山陽同級巨的銷售冠軍 兩輪的黃牌重擊 ELITE 300R 在車界換來有史以來最棒的評價 所以第一個創新 要先革新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面對現實 我們不知道要改什麼 那 危機就是轉機 我們每一個創新計畫 不管是我們成立官方的購車網 成立官方的部落格 所有我們當初沒辦法好好說的事情 車子該怎麼保養 因為其實大多數的車子不是被做壞的 是被修壞跟被騎壞的 但是當今天如果很多人在酸你的時候 你還告訴他是你不會騎 這樣怎麼辦 誰叫你來亂改車 誰叫你不保養 誰叫你機油加太多 誰叫你機油加太少 誰叫你加雜牌的 順便再叮你一下 誰叫你去的加油站油品這麼差 不行吧 所以 我們遇到的問題其實都一樣的 我們如何讓人家從fact變成是feeling 一個fact就是我們家的車其實沒那麼爛 一個feeling就是大家都說你爛 所以我也說你爛 根據我們的調查 網路上75%說洪家騰的車子很爛 品質很差 粗薄很慢 維修電點很少 零件很貴的人沒有騎過我們家的車 所以台灣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市場 只要你能征服台灣你就能征服全世界 至少在心理層面 你的抗壓性是絕對夠高的 我們也自主開發了全新的APP 提供消費者他想要的服務 而且我們也成為在台灣所有機車品牌裡面 在App Store的評價最好的一支APP 使用者的一個日活月的一個狀況相當好 需時整合之後呢 我們舉辦了第一屆的官方攝影大賽 我們在去年辦攝影大賽一個月 我們收到473張每一個車款的投稿 我們這場活動很簡單 只要你投稿就有機會抽獎 只要你入選決賽就有獎金 然後你入選決賽的這個照片 直接我們拿來做2018年的年曆 送給所有參賽者還有經銷商跟後續的車友 所以過去要很努力的花錢請攝影師去拍照 然後照片可能比較假掰 現在全部照片都是來自真正的車主 真正的攝影師 所以我們在原本都是這個代言人的銷售戰略下 2018年開始洪家騰的代言人就是每一位車主 因為我們認定只有車主的品牌效力會遠大於所有代言人 目前我在台灣沒有找到任何一個代言人的聲量比酸民大的 這句話很有意思喔 台灣的酸民力量是凌駕於所有單一個人代言人以及品牌 而這些酸民你從來不需要付他半毛錢 他就可以把你弄倒了 所以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不管辦任何的活動 不管做任何的事情 我們漸漸的都去認清到一個最基本的事實 那就是feeling 所以我很感謝前輩的簡報 可以讓我少講幾頁 台灣人太重視那個feel了 一個feel可以去把後奶茶搶光 一個feel可以讓林凤瑩下架 這是事實 我沒有任何品牌的攻擊 我們都是在談品牌面對現實 而經過我們的努力之後 網路負評率快速的在兩年之內 從7.46%掉到2.55% 我們成長75% 我們的各車款的妥善率增加75% 初保固率降低73% 服務站維修率降低34% 而我們的銷售終於止跌了 這是兩年之內 我們只做一件事情而已 就是面對事實 但是面對事實之後 我們就需要工業局品牌 台灣發展計畫了 因為我們在非常努力的做 不管是重機展啊 不管是潮流宣傳啊 大家可以注意到 我們試著讓一台車成為一個靈魂跟一個配件 而不是一個單純在地上走的交通工具 所以我們跟偶像劇合作 我們讓我們的車子的移動美學跟獨特 被更多人看見 我們跟影片合作 而這些車子出現在電影裡 絕對不會很奇怪 但你可以想像這台車如果換成豪邁 是不是有點怪怪的 所以當我們的移動美學跟獨特的設計 能夠被有效的傳遞的時候 那麼差異化就會出現了 因為擱騎的是什麼 是一個Style 那我也很榮幸 兩年前說的這句話 最近Gogoro 2 Deluxe 也用這個說 我們騎的是Style不是車啊 那也很高興 我們在七年前跟成果設計 蔣有博合作的COIN125 這個方正外型 在這兩年被大量的參考啊 所以現在最新車最潮最屌的 都方方的 我覺得這是好事啊 你去看Gogoro 2 跟去看YAMAHA的LIMI E15 是不是都方正有行 夠正夠帥 這是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當年的大膽 現在被實現 可是如果每一次的事件 都是愛迪生發明燈泡 賺的是菲利普 那這樣也很糟嘛 所以品牌的下一個重點是 我們如何去傳遞 如何產生銷量跟獲利 那麼這一路走來 我們做了很多的努力 我們也去贊助了 這個周杰倫主持的J team 站隊 在電競圈接觸更多的年輕人 我們在全新的車款 相關的展示 這個都沒有問題 更重要的是 我們非常大膽的創新 但是創新不用投入你所有的資金 但是要投入你所有的靈魂 這是我自己的感觸 可能它只花你5%的預算 但是要花你160%的patient 因為創新只要沒有靈魂不如歸去 因為打不到任何人 這個畫面很重要 因為我們這群工作人員 那一個禮拜其實是過年 我們在過年的年假當中 在台北動漫展搞了一個禮拜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透過品牌發展計畫的協助 我們打造了動漫展的一個 新世紀福音戰士的基地 裡面展的是全世界第一台 跟東京最有名的動漫聯盟的一台車款 這是非常浪漫的事情 而那個基地 最讓我痛心的是 美都會過去 因為還是拆掉 我很想要把它移植到我們台南總公司 放我們地很大一萬多坪 但沒辦法帶不走 就存留在照片裡 這台車我們得到 角川集團在日本的需求 邀請我們在東京動漫展展出 一塊錢都沒有跟我們收 還付錢幫我們展 幫我們宣傳 所以當創新 當品牌的力量對了 成如剛剛所說的 其實不用一直都要幾千萬幾百萬在那邊燒 做對事情的 花若盛開 蝴蝶字來是真的 因為角川找我們 我們成黃成孔 角川也是很大的集團 我們當然也把車帶到了東京去拍影片 因為時間有限 我就非常非常簡短的 稍微看一下就好了 對我們來說一個從歐洲銷售的品牌 ODM沙灘車到台灣內銷 到經歷過這麼多風風雨雨 而我們的車款 竟然被日本人所期待 然後征服了東京首都高 我們這個浪漫的事情 就值得去做 因為它是有feeling 真的那個feel太重要 所以我們也找來了 重機界山景獸支撐的小靴 這個有玩重機就會聽過 它這個在如之湖拍的 也是新世紀福音戰士第一個使徒場景 我太宅了 大家可以不要理我 但是要做就要做對位 你千萬不要說 就是做出一台這樣的聯名車 然後廣告式 像剛剛周杰倫那個未超越而生 這樣不行 那等一下就會騎上高速公路 有興趣我再分享影片給大家 那最重要的是我們也支持本土的文創 這個影片可以看到的是 當時很簡陋 我們投資了重甲機神 這個機器人動畫之後 我們又跟南台科技大學多媒體娛樂系 合作把他們的IP制錄 HTC VIVE做VR遊戲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非常土炮的三角台支架 讓你可以用兩隻手扶在龍頭上 好像在VR世界裡 但是你的左右控制是像在騎車一樣 在那一次動漫展獲得了相當好的迴響之後 我們更進一步直接把它整合到車上了 所以你直接坐在車上轉龍頭 戴著VR眼鏡 就在虛擬世界騎乘3D3502 IP就是重甲機神 這個女生是日本知名女優南波姓 欸笑這個你們怎麼會認識啊 那這樣跟品牌發展計畫的合作 我們做了很多的事情 我們從社群的一個深入探討 怎麼樣引起更多人的話題 我們去研究新世紀福音戰士的聯名車 要怎麼樣宣傳才能讓更多人知道 我們當然也把我們賣最好在青檔車裡面 很不容易喔 大家都聽過野狼對不對 欸聽過野狼的舉手 欸好厲害喔 野狼真的很棒對不對 我們這台車去年銷量是野狼的兩倍 謝謝大家 買150 14吋青檔集聚市戰率第一名 連續六年 那兔國品牌發展計畫 我們拍出了全台灣第一隻 完全沒有提到配備的機車廣告 因為透過大數據分析 透過市場調查 我們發現這個族群買車不是在買車 他是想要證明自己不一樣 要不然一般速克達催了就跑 幹嘛那麼辛苦在那邊打擋 你說是不是 想跟人家不一樣嘛 實際上style很重要 當然我們很積極參與各項的獎項 所以如果是作品牌 我會非常誠摯的建議大家 針對各式各樣的這個 能夠證明你的設計非凡的獎項 一定要去爭取 包括我們從這個內銷以來 每年都拿台灣金瓶獎 那3D350更是台灣第一台獲得金紙獎的 這一個機車產品 台灣金瓶獎每年大概幾千個人 幫我們一千多兩千多個產品入選 只有30個產品可以進到金銀紙獎 只有一個產品可以拿到金紙獎 那這個難度就稍微高了一點嘛 沒拿到的都是銀紙獎 更正更正 30個產品 20個銀紙 10個金紙才對 但是當時跟我們一起去簡報的 是一個88尺的遊艇 還有傑安特跟D-Link的路由器 這個評審很厲害 他先評完遊艇 再看完三輪重機 再看傑安特 再看路由器 還要再看上癮科技的機械手臂 最後要決定誰是金紙獎 台灣金瓶獎這個獎 我們每年參加 我們參加到去年還參加經典設計獎 又入圍年度最佳設計獎 但是服務最重要 講了那麼多還是人 所以我們在上個月剛辦完 20週年的擴大見檢活動 4000個車友參與 這是相當好的一個數字 兩個月之內 4000個人騎車回來做見檢 而我們今年1月 對整個市場投下震撼彈 因為我們發表了 全世界第一顆整合型的智慧儀表 這顆儀表非常簡單 就是滿足你的三個願望 第一個願望 你可以直接在騎車就可以導航 並且可以告訴你 速限跟你有沒有超速 然後出事情的時候 幫你發簡訊給緊急聯絡人 這三項是機車界的革命 所以我們在西醫秀一發表之後 整個機車界都亂了套 當我們要做 我們就要做破壞式的創新 但是不為了創新而創新 要能夠解決產業的問題 解決消費者的問題 我們也非常榮幸在產品發布之後 透過網路大數據爬蟲系統 我們在一瞬間討論聲量 已經勝過三大廠了 這一點是我非常驕傲的 非常的驕傲 因為如果能夠 年輕的品牌 能夠真正在架構上帶來產業上 全新的一個領先 那是相當榮幸也相當稀罕 稀罕的一件事情 但是對我們來說 這只是一個開始 所以不管是更多的創新 這個史詩2今年5月要上映 我們也成為台灣第一 兼由美國福斯正式授權配合的機車品牌 為什麼 因為史詩2 史詩就是嘴巴很賤 我們身為一個新品牌 我不能在網路上說 我的車比較好 別人的車不好 對不對 他可以說 因為史詩講話很賤 所以我們就會用一些 比較新的方式來做宣傳 只要我們搭了對的一個對象 那當然我們今天剛好宣布了 我們歐利S150車系的新設 所以趁機打個這個宣傳 我們是CP值高的品牌 我們不是便宜的品牌 所以6萬塊以下的車我們家沒有 但是我們只要賣你超過6萬塊的車 別人都要賣你家至少1萬到2萬 這是我們的產品定位 有點像小米 但是我們又沒有辦法做到 像它這樣這麼低價 所以選出一個很重要的精準的價格帶 打出一個真正有價值的戰爭 或許是一個值得思考的議題 所以我們在Elite黃牌重機 拿下同級冠軍的當下 我們今年這個月底 我們會再推出全新的烤7升級版 然後讓更多想要長城通勤 或者上快速道路的人 免於塞車免於苦惱 因為黃牌上快速很方便 但是都很貴 而我們只需要你一個月付3000塊 就可以買黃牌重機了 這也是一般人做不到 那做了這麼多的事情 其實我們想要分享就一句話 勇於跨界創新方能不同凡響 所以我很期待 或許在老子有錢跟一起玩之後 搞不好我們下一次就會跟向上國際 有機會有一些什麼火花 又或許我們有機會成為全台灣第一家租車集團 有三輪黃牌重機租賃業務的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謝謝大家